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举措,北京即将推出为国际游客设计的旅行通行证。 这个名为北京通行证的计划,将大大改善国际游客在北京使用公共交通的体验。 未来,外国游客将可以使用国际银行卡在主要火车站和机场购买通行证。 此外,地铁站还将提供多语言翻译设备和双语广播,进一步提升便利性。 这一举措正指北京迎来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显示了北京对国际化服务的重视。 不仅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也在进行类似的改善措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京为国际游客推出旅行通行证。 来源,The Independent 北京,一个充满历史与现代化交织的迷人城市,正迎来一项革命性的改变。 这将让国际游客更轻松地享受这座城市的精彩。 最近,北京市政府宣布了一个名为北京通行证的新举措。 这一举措旨在让外国游客在这座庞大而繁忙的城市中更方便地使用公共交通系统。 突破性的北京通行证。 这项新举措的核心是一种全方位的城市旅行通行证。 它允许国际游客使用他们的国际银行卡在城市的七个火车站和两座拥有地铁线的机场购买通行证。 这一消息让许多外国游客感到兴奋,因为它将大大简化他们在北京的出行。 在北京国际研究大学中国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吴力宏看来, 这一举措将彻底改变外国游客探索北京的方式。 他表示,北京通行证将使外国游客能更方便地探索这座城市, 无需担心使用公共交通时的支付障碍。 此外,他还提到,如果这项通行证能与广泛使用的中国数字支付平台如支付宝整合起来, 将进一步节省时间,使外国游客更容易使用公共交通。 逐步测试与推广 为了确保这一系统能够顺利运行,北京地铁站目前正在进行现场测试。 市政府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努力确保这些设施能够顺利运作, 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全面推广。 北京的新举措正值该使海外游客数量迅速增加之际。 据The Independent报道,截至7月29日, 今年北京港口的出入境人次已超过1000万人次,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总数。 其中,入境的外国游客超过了120万人次,同比增加了210%。 这种增长趋势显示出国际游客对北京的浓厚兴趣,也凸显了这项新举措的重要性。 外国游客的反馈。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改善,他已经得到了实际的验证。 来自法国外籍学生罗南对此表示赞赏。 他说,我来北京的朋友们因为没有中国手机号码,无法使用支付宝乘坐公共交通。 支付宝队在大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来说非常方便, 但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新选项北京通行证会更好。 罗南的观点反映了许多外国游客的共同困境。 支付宝和其他中国本土的支付平台虽然方便, 但对于那些只在中国短暂停留的游客来说, 获取一个本地手机号码并不现实。 因此,北京通行证的推出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多语言服务的提升。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外国游客的服务质量, 北京地铁还在外国游客常光顾的八个车站试点安装了多语言翻译设备。 例如,在一号线的天安门西站, 游客们可以通过这些设备获取更准确和详细的地铁时刻表信息。 此外,主要火车站、两座机场, 以及靠近旅游景点的地铁站也开始提供中英文双语广播。 这些改进措施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游客, 他们还展示了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友好与开放, 全国范围的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公共交通方面对国际游客友好的中国城市。 上海和广东省广州市也在采取类似的措施, 包括引入类似的通行证和允许使用国际信用卡支付出租车费。 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国际游客眼中变得更加友好和便捷。 它们不仅仅是提升城市旅游体验的一部分, 更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的具体体现, 未来的展望。 随着北京通行证的逐步推广, 北京正朝着一个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的方向迈进。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游客的旅行体验, 也有助于加强北京作为一个全球化大都市的形象。 吴力宏教授总结道, 这一举措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外国游客, 更是展示了北京对国际化的重视。 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类似的创新, 来进一步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 无论你是来北京旅游还是工作, 这一变化都将为你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惊喜。 北京,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友好和开放。 欢迎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北京的重要旅游新举措是推出针对国际游客的旅行通行证, 目的是提升外国游客在这座中国首都使用公共交通的便利性。 这项新计划被称为北京通行证, 旨在解决外国游客在乘坐地铁时面临的支付障碍, 特别是能够让他们使用国际银行卡购买通行证。 目前,北京市政府已经在地铁站进行现场测试 以确保这个通行证的顺利推出。 据北京国际研究大学中国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吴力宏介绍, 这项通行证将极大的便利外国游客, 使他们无需担心支付问题。 在未来,如果这个通行证能够与中国广泛使用的数字支付平台支付宝进行整合, 将进一步提升支付的便利性,并且节省时间。 这一新举措正值北京海外游客数量快速增长之际, 北京地铁已经在多条线路上安装了销售点机器, 外国乘客可以使用这些机器用国际银行卡购买车票。 目前共有17条线路的335个地铁站配备了这些机器, 未来当局计划进一步扩展服务范围, 允许外国人直接在地铁站闸口使用国际银行卡进行支付。 来自法国的北京国际学生罗南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因为他和他的朋友因为没有中国手机号码, 无法使用支付宝乘坐公共交通。 对于已经在大城市生活一段时间的外国人来说, 支付宝确实非常方便, 但对于短期游客来说, 新推出的北京通行证将更具吸引力。 除了简化支付, 北京地铁还在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铁站试点安装多语言翻译设备, 例如一号线的天安门西站, 这些设备将提供更准确和详细的地铁时刻表信息。 此外, 主要火车站、机场以及靠近旅游景点的地铁站, 还开始提供中英文双语广播服务, 以便外国游客更好的理解和使用公共交通。 根据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数据, 截至今年7月29日, 北京港口的出入境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次, 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数。 其中, 入境的外国游客超过120万人次, 同比增长210%。 不仅仅是北京, 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如上海和广州, 也在努力通过引入类似的通行证, 和允许使用国际信用卡支付出租车费用, 来使公共交通对国际游客更加友好。 这些举措, 无疑将使中国的公共交通系统更加便利和国际化, 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北京通行证。 这可是大势所趋啊。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推出这种通行证可以说是对外国友人的一大福音。 想想看, 外国游客不用再为支付问题绞尽脑汁, 只要一张通行证就可以畅游全程, 这不就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吗? 而且, 这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让更多人爱上这个美丽的城市。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天花乱坠啊!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所谓的北京通行证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首先, 外国游客来北京旅游的时间通常不长, 专门去搞个通行证还得熟悉这个新系统, 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再说了, 外国人学习使用支付宝并不困难, 有问题他们还可以问问本地人, 这样不是更能够体验中国的文化和热情吗? 谢奇奇, 你这话未免说得太轻巧了。 要知道, 对某些外国游客来说, 支付宝简直是个大迷宫。 你知道吗? 根据一项调查, 有超过60%的外国游客在中国因为支付宝的使用困难而感到挫折。 而且, 北京通行证的推出不仅仅是解决支付问题, 还包括多语言翻译设备、 双语广播等服务, 这些都能大大提高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 哎呀, 楚天书, 别说得那么好听。 你知道这世上有一句话叫做好心办坏事吗? 多语言翻译设备和双语广播确实好, 但你想过没有, 这些设备和服务的运维成本可不低。 北京地铁能不能保证这些设备一直正常运行? 而且, 这些新增服务可能会让本地乘客感到不便, 他们可能会抱怨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照顾外国游客, 而不是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 这可是埋下了一个不小的矛盾种子, 谢琪琪, 你这就是启人忧天了。 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提升对外国游客的服务水平是必然趋势。 当然, 财务上的投入是必须的, 但这种投入是为了更长久的回报。 根据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数据, 今年北京港口的出入境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次, 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210%。 这些外国游客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不是小数目, 这些投入最终会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回报。 而且, 这种国际化的服务提升也会让本地居民觉得这座城市更具国际感, 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楚天书, 你说的数据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但仅仅依靠这些外国游客来支撑这样庞大的市政投入, 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而且, 这种看似友好的举措可能会让外国游客误以为他们在中国受到了特殊待遇, 进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再说了, 既然其他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也在推行类似的通行证,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成效, 然后再决定是否在北京全面推行。 这样不是更稳妥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 北京这次真的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啊。 推出北京通行证这一全新的举措, 简直是为国际游客量身定做的福利。 用外国银行卡就能在地铁站和机场买票, 这简直是解决了外国人来北京最大的一个痛点。 你还记得以前那种到处找现金, 还得找地铁售票机的日子吗? 真实话说多了都是累。 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这个通行证, 外国游客甚至可以在地铁站台闸口直接刷卡过去, 这效率简直是非一般的感觉。 不过, 我很好奇这次的测试情况如何。 据说地铁站已经在进行现场测试, 我们不妨期待一下测试结果, 看看他们能够在什么时候正式推出这个通行证。 北京国际研究大学中国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吴力宏也说了, 如果这个通行证能和支付宝结合, 那真是如虎添翼。 你有没有想过, 外国游客都能用支付宝了, 那真的是全球一体化的节奏啊? 来自法国的国际学生罗南也给出了他的好评。 他说, 对于那些没有中国手机号码, 无法使用支付宝的朋友来说, 这简直是福音。 他们终于不用再为了买的铁票而交头烂额了。 对于那些已经在大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来说, 支付宝确实是方便, 但新选项的出现, 让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 这才是真正的便民服务啊。 除了支付便利, 北京地铁还在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八个车站试点安装了多语言翻译设备, 比如一号线的天安门西站。 你去过那边吗? 人山人海的景象真是让人惊叹啊。 现在有了多语言翻译设备, 外国游客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地铁时刻表了。 而且主要火车站, 两个机场和靠近旅游景点的地铁站也开始提供中英文双语广播, 这简直是太贴心了。 根据北京出入境边坊检查总站的数据, 今年北京港口的出入境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次, 其中入境外国游客超过120万人次, 同比增长210%。 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 说明北京这座城市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不仅是北京, 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也在引入类似的通行证和支付方式, 让公共交通对国际游客更加友好, 真的是个城都在抢着做全球化的好模范。 总的来说, 北京这次的举措不仅是在提升城市的国际化水平, 还是对外国游客的一种诚意满满的邀请。 希望这次的测试能够顺利, 让我们早日看到这个便捷的北京通行证正式亮相。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